如果其中有一個是主臥房 然後睡著夫妻 久了之後呢 這個感情就會像分飛一樣 兩個就會刪掉 它可以平行 對 你不要這樣子 都可以這樣子 如果說真正已經沒辦法換的話 我們就其中一個房間呢 挖起來就好了 改門就很難 看似完美的神桌 卻內場圍巾 究竟有哪些引擎失誤會影響家運呢 這個缺點 我最好 因為這中間很寬 這真的叫寬 這一個巷子來講 他叫你是窄的吧 對啦 如果摩托車出去的時候 會車是確實就是出去一趟 會車 摩托車還要回 摩托車還要回車 一個剛好會回家 一個剛好要出去 你知道誰會出去 但我覺得今天我蠻訝異 又再次要來到他家 因為想說 我們不是已經去過 游喬軒他家了嗎 我以為你剛剛講 我以為把國賤命 又要來他家 對啊 結果你知道 因為就是感情上出的問題 然後就是交到了好姐妹好朋友 結果因為感情上互相慰藉 而變成好朋友之後 還搬來住在一起 所以什麼互相傷害呢 所以在一起就更衰嗎 就是說 這樣感情有一個記憶 感情花 可是好像 這裡的空間沒有 越拖越糟對不對 他氣質那個不是已經很糟了嗎 進門就是上不上下不下的 對 門還卡住容易跌倒 對啊 所以他現在這個家應該 我看我也是 有點擔心 我覺得沒有桃花就算了 健身體健康也很重要 而且聽說他不是以前 就玩很MAN的東西 對 衝浪啦 修車 修車 而且好像聽說 最新興趣也不MAN 也不 也不女孩哦 其實更MAN就對 對啊 他聽說都在釣大白鯊 釣金規序吧 對啊 釣魚啊 對啊 釣魚又不是一個MAN的 做那個嗎 你幹嘛啦 就很 釣魚這個 我跟你講 這應該是風水 導致他呢 就沒有辦法 女性化的一面 對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這個 專制單身女子 嗯 詹 詹老師 專制單身女子的 阿湯哥 哈囉 大家好 今天真的 不知道在哪邊了 不好意思 對啊 太K了 實在是 你在那邊什麼 沒有 每一個走道會越來越騎啊 沒錯 其他人生呢 也是越過越狹窄 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要從外環境的格局 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前途夠不夠寬闊 你看到他這個小巷子呢 完全不能會車 然後呢 不能會車之外呢 他後面又是一個時尚 對 又是一個無尾笑 對啊 其實影響很大 因為他這邊等於是他那個發聲的影道 就是會越來越窄嘛 所以他會講聲道 對 聲道 聲道 就是會他無法發出聲音 對 然後就一定要有苦難言 是 就卡卡的 所以我們知道他從樓下呢 就卡卡的 樓上又更卡 對 而且你知道兩個可憐的女生住在一起 你看通常都是可憐的人 才會瞭解可憐人的處境 對 所以你看到 沒錯啊 所以你看原本舊的格局已經是壞了 來到這邊呢 不僅不好 而且又更壞 可憐人必有很窄之處 哈哈哈哈 真的是這個 樓橋軒跟他的後悔蜜 可以說是患難見真情 在兩個運勢不順的人住在一起 風水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因此兩人商量後 委託我們來拍攝 究竟毀壞事業和感情的幫充 會是什麼格局呢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土琴姐妹 我最愛的寶貝 妳幹嘛愛妳家 我沒有 請進去 妳們其實有什麼名字 雨薇 雨薇 我是美妻 我就叫她威寶貝 威寶貝 威寶貝 謝謝妳耶 收留她 對啊 因為她這戲子的家真的是 她比較遠啊 她那個是三上 那不是一通電問題 妳一進門不是忘了嗎 對哦 對啊 門一進去就是一個不對 因為是開左邊 開左邊 對 就開左關係 她的開卡剛好反過來了 我先看飯廳 當她一打開的時候 我們的客廳完全遮蔽住 那麼直接看到的地方 居然是我們的飯廳 你們後來有改嗎 後來有 真的哦 我真的不穩了 我真的不穩了 比較好嗎 有比較好一點 那妳怎麼還搬來最害人呢 因為 因為那邊真的很不方便 然後我最近比較不喜歡開車 然後大家這邊就是離捷運站 比較方便 這邊是真的蠻方便的 晚上宵夜也好方便 所以這邊只有妳一個人住啊 我跟媽媽還有哥哥 那妳幹嘛搬來跟人家一家人住是 我喜歡 我房間很大 我已經夠大 所以妳就睡一趟房間 對啊 感情也太好了吧 不是 因為平常我們都會覺得說 就是要跟人家一家人住的時候 應該是到了某種程度的時候 我們才會 才會說 沒有 我可以跟妳的一家人一起住嗎 因為 畢竟會有感覺那種 激人靈下 會有點像現在什麼 還好耶 因為我跟媽媽 跟她哥哥都相處了 會不會是 然後妳一整個就 不會 好啊 妳可以感覺 所以他們就是感情非常好 對 而且還多一個台優耶 多好 妳有在幫忙嗎 這我超會成立的 她超強的 那妳們認識多久啊 我們認識 一年 有 一年 妳們就一直可以這樣翻面 妳們邀請過 我現在妳家住過 妳又沒在去的地方 只是一個我們妳放心的邀請嗎 喔 好像妳媽媽 我家沒有空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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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叫這一句 好啦 那所以這邊就是妳媽媽 她們也是都住在這邊 所以一看等於是看妳的 跟妳們一家人 妳要去幫忙 對 但是其實她們好到呢 供業可以承擔 這種業障可以承擔 為什麼妳看 她從連她們家的門出了問題 其實她來到這邊呢 她的門 這邊的門也是出了問題了 對啦 為什麼 所以一進來之後妳看她玄關呢 真的非常的窄 雖然門是可以完全開的 但是她這個窄到呢 就是變成說她的路啊 還有運氣呢 都會卡一卡的 為什麼妳看 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那個玄關啊 有一個窗戶是很好的 對 妳看窗戶外面呢 堆了一些很多的鞋子 然後還有乾枯的一些植物 對 妳看到了 其實有在發牙了嗎 其實看起來是發牙耶 我昨天會去發牙 應該是變得長些孤隊了吧 對 所以其實你們呢 見了很多的晦氣喔 那其實除了這邊有鞋子之外呢 它這一面的玄關櫃呢 其實是一面很大的鞋櫃 可是它的鞋櫃呢 整個桌到天 好擠 對 這麼高 然後那個貓紗 貓紗也都在裡面 很擁擠的感覺 都在下面那邊 這很洗啊 對喔 然後把貓紗戴 對 就是它的路口處在那邊 路口處在那邊 對 所以給了貓方便 可是給我們人 就有點不便 對 因為從這個群觀來看的話 澳客一堆 小人一堆喔 為什麼 因為一進門我們剛剛講說 鞋櫃的櫃子縮太高了 已經到頂了 這叫晦氣壓頂的意思 表示說你一進門就遇上晦氣 所以說它裡面的人 健康一定會很差 運氣也會很差 運勢也可以開的 其實從我們剛剛要進來 他家人的小巷子 就已經很開了 對 就進來這大門又是開的 所以呢 表示說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是力不從心的狀態 沒錯 那怎麼辦 這個狀態的話當然是希望 如果是玄關能夠把它 打掉但是最好 為什麼 當初為什麼會想把鞋櫃桌折啊 因為我們就要設計一個 那個貓紗 就是貓龍 可是你把它做到這不是一樣的 那時候設計就沒有想到什麼 我就想說 可以跟鞋櫃結合 喔 要跟鞋櫃結合 很創新耶 然後又可以有書櫃 就好像鞋櫃結合 鞋櫃結合書櫃 所以有方便 有放貓紗 跟放鞋櫃跟索納 不能靠錢嗎 妳就講的是兩件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 那這個位置 現在躺在這邊是有點 對 太尷尬了 而且一般玄關的那種做法 或是屏風的話 你就是 坐跟大門同高 或同寬就可以了 把鞋櫃我要掉就好 對 不需要到天花板這麼高 因為壓迫感太大 所以他們下一次大裝潢之前 有沒有辦法 有什麼簡易的方法 好 如果說真的像這種晦氣 一見門就見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板上面 一樣寫一個漂亮的對我身材 這四個字 就把這個晦氣呢 轉換成一個吉祥的玉琳 現在來公開起來 對 我 對我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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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個對我身材的 對 就是寫一個對我身材的春聯 它科興美工的美術超好 你可以寫一下 自己寫這樣 好 寫一下對我身材 對我身材 我現在在客廳都知道斜坡 為什麼這樣做了 就合理了 因為通常大家門打開 這一個斜坡會坐在這邊 然後打開進來 然後大家會坐在這裡 對 結果他們有 他是想要把沙發靠在窗戶 對 形成一種被無靠跟騷然 很多小人的意識 沒有 不是啊 不是你們特別選的嗎 對不對 因為這也是唯一採光處 然後如果坐在沙發上看出 就很方便 對 他其實為了想要把這個深度加長 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感覺整個寬度不夠 對 但是因為他參圖這樣的格局之後 整個運勢就是整個顛倒過來 變得更差 為什麼 因為他這樣做就剛剛我們講的 他背就是一個陽台 而且背無靠 然後他的陽台又外推得很極致 全部把它推出去 所以臨時說坐在這個沙發 等於是沙發是陽台 對 沙發是陽台 對 這是懸口是打出去的 不過其實有還好就是說樓下 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看到一樓 其實剛好也有推出去 所以一樓有解救了你們 所以剛好你們並沒有完全真的懸通 對 但是因為你的背還是沒有靠 背無靠代表說沒有貴人 然後感情 女生的感情沒有依靠 男生 這很多醃製品 這很多醃製品 而且說男生會怎樣 對 其實我們講客廳是一個男生的格局 如果說這個沙發被無靠是影響男生的貴人運 女生的話是影響感情的運勢 代表說你的男人或是你的另外一半 沒辦法給你依靠 對 所以就比較嚴重一點 對 對 所以你的 有寶貝欠了 我會寶貝 我會寶貝 沒有 有男朋友 要結婚對不對 有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 對 那有沒有沒辦法靠他 不太能靠欸 我覺得還是靠自己最好 對 就會有自己想要獨立的那種個性 對 沒錯 所以在這邊的話真的貴人運非常的欠缺 那我們要如何防止這樣的問題 如果說你真的已經不想要改了 其實呢我們可以在這個陽台呢 可以放一個 的一個 白劍 化解無靠好幫手 人員桃花多多開 那我們要如何防止這樣的問題 如果說你真的已經不想要改了 其實呢我們可以在這個陽台呢 可以放一個實感幫的一個白劍 實感幫 對 我們今天講說背無靠就可以擺一個實感幫 實感幫 但你可以呢把那個就是石頭上面用紅紙像實感幫 或者是呢 今天我也特別呢準備一個實感幫來送你喔 這也可以喔 也可以 對 銅做的 可是實感幫不是要是石頭嗎 對 但是 有 有 有 也可以耶 有人也是自己去剪石頭 然後自己剪實感幫 對 可以 只是說可以增精緻啊 其實銅跟石頭呢 就是要取這個鎮量把這個靠山更穩固 那這兩個還有一個石獅子喔 為什麼要石獅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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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石獅子就是一個鎮宅的作用啦 因為你看這前面呢 我們剛剛講的名堂 外名堂非常的狹窄 嗯 其實我們等一下去看它的後名堂呢 又更狹窄 所以它的格局呢 已經形成是一個前後夾根的格局 所以你覺得這高速度狹窄喔 沒關係 床不夠大 所以在這 也不占空間喔 對 在這裡居住呢 就只能夾縫中求生存 對啊 那這個要放哪裡 這個的話就是獅子呢 對外面 獅子的頭 對 朝外面 那你有很多盆栽嘛 你就放到其中一個盆栽的外面 然後這個陽台的正中間就可以了 還要放盆栽外面 盆栽的盆栽的盆栽 沒有 就是盆栽在土上面這樣子 哦 土上面就這樣 對 對 對 咱們的湯老師對陣下藥 準備二合一的法寶化解煞心 如果把它拆開來看 屍感當可以化解沙發無靠 而石獅子或銅獅子 可以化解居家警鈴對面住戶喔 我看一下就好 我看到它現在這邊開在這邊 前面也有窗耶 對 它這個也是很典型的穿塘風 這是室內的穿塘風 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開門進來的那一種 對 不是不是 像一般開門見到你的後陽台有沒有 或是落地窗那就是穿塘風 可是呢 這種是室內的穿塘風 就是它完全沒有格局可言 而且它是開放式的格局 所以你意思是說室內穿塘風 就是前空空後窗 這樣子就算是室內的 沒錯 因為室內的穿塘風 然後呢 代表在運勢上呢 住的就是呢 我們呢 他的 自己家裡面的人的財務壓力會很大 而且所有的負擔啊 都跟家人有關係 對 而且家人呢 幫你來花錢 家人來幫你遇到 家人有人在打落財 有 因為像他哥哥先前是開那個餐廳 然後就是可能因為 對 本來做素食的餐廳 就本來比較難做 你說什麼 然後後來就收起來了 素食 對 加素食 好舒適的料理 素食的那種 後來就收起來 然後現在就是 但是他因為那時候開業的關係 然後身體狀況就是有一點問題 所以他現在就是在業中先休息 然後家裡的一切看不到就靠他 真的 然後現在又有辦法進去做這個 真的有壓力嗎 真的有壓力嗎 其實呢 這是室內的穿塘風 而且他改善的方式呢 就是我們剛剛前方的電視櫃呢 對 你就把它做滿就好了 你是說 就是他們原本精心設計的這一個 對 樓空的空間 對 我可以從這裡測過來嗎 對 這個空間 隔起來就好了 就隔起來就可以了 有試圖想要遮耶 因為你看他用 有門面 你說這個應該是 不然就是好像只想cover到後面錯誤的 沒有沒有 沒有 這個 其實算很尷尬 我媽手工做的 然後碰到一半說 真的手太痠了 他就抱起 對 但是通常做到一半的酥酥沒了才會停 我覺得 對 他手太痠了 為什麼還要掛上去呢 因為他覺得他 竟然不錯 還是有擋啊 還是把它掛上去 還是把它掛上去 對 但他其實呢 只有做一半而已啦 對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擋這個 有時候你真的覺得還是希望有一種開放的感覺 那確實他媽媽也是有一個巧思 他想要利用五行的力量來化解 但是他這個五行呢 真的只有做一半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用 綠色水晶 五行嗎 綠色水晶 紅色水晶 黃色水晶 白色水晶 或黑色水晶 代表五行 所以你看 你可以把這五行呢 用這種